心灵暖流 拯救家庭不再被嫌弃 付出的三个真相 震撼你的心灵 人生如戏 每个家庭都是一场精彩的演出 然而 在这个舞台上 为何有些人越是付出 却越是受到他人的嫌弃 这不仅是一种现象 更是深藏其中的三个令人心寒的真相 让我们毫不掩饰地 揭开家庭目不下的秘密 深入探索这些背后的哲学性和人生智慧 为何有人付出再多 却得到越少的回应 这个问题背后蕴含着人性的复杂性 需要我们以冷静的观点来解读 这不只是单纯的家庭问题 更是人际互动中的一种模式 透过深刻的思考 我们将揭示这些真相 引领你进入一场关于自我价值和人际关系的启示之旅 开启这扇家庭的大门 让我们共同面对 共同成长 请记得帮忙订阅 按赞及分享 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 谢谢 一 专私其职 亮丽而行 在家庭的大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要在这场生命的表演中获得掌声 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不仅需要对于自己的付出有清晰的定位 更需要理性地对待每一份承担 首先 专私其职 即将自己的付出限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对家人的爱而过度地担负种种角色 但这往往容易让生活变得混乱不堪 就像一部机器需要每个零件都运作正确 家庭也需要每个成员明确分工 发挥各自的专长 然而 量力而行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原则 我们不能过度标新利益 让自己超越了本来的能力范围 这就如同剧中的角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戏份 但不应该有人试图全剧独秀 适度地分工和合作 才能让家庭的舞台上呈现和谐的音乐 冷静的观点告诉我们 这并非冷漠 而是一种智慧的保护 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极致 而不是过度担负 这样的付出不仅有利于家庭的稳定 更让每个成员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在这个家庭的剧本中 有着许多真实的案例可以作为境界 比如 有一位家庭主妇 他用心经营家庭 但因为不断地无偿付出 最终让自己感到身心俱疲 也在家人中失去了一份应有的价值 直到他认识到专私其职 量力而行的原则 才开始重新找回生活的平衡 因此 让我们成为家庭中的明星 演绎属于自己的精彩戏码 将爱贯注在自己的专业之中 用心理性地经营 每一个家庭的场景 成为一场生命的盛宴中 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 无需过度地付出 只需要明确地专私其职 量力而行 用心去爱 用智慧去经营 成就一个真正和谐幸福的家庭 二 灵活做人 不留刻板印象 在家庭的舞台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但我们不应该被固定在刻板的形象中 灵活做人 即是在面对家庭成员时 不让自己留下单一的 难以改变的印象 理性告诉我们 人是多面的 如同一枚宝石有着不同的光芒 在家庭中 我们可以展现出不同的特质 不同的一面 这不代表虚伪 而是智慧的选择 让自己更适应不同的场合 也让家庭成员 更能够理解和接受真实的你 灵活做人 更是一种尊重 尊重家人的个性差异 不强迫他们接受单一的你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展现坚定的一面 给予家人安全感 有的时候 可以展现柔软的一面 让家人感受到关怀 这样的变通并非失去自我 而是为了更好的与家人建立连结 冷静的观点告诉我们 人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迁而成长 过去的你不一定代表现在 更不代表未来 如果一直被固定在某种印象中 就像被凝固的雕塑 失去了流动的生命力 因此我们需要以一种敏感的态度 去适应家庭的变化 不让自己被固执成一种刻板的形象 家庭成员间的相处 需要的是灵活的智慧 而不是固执的印象 例如 有一位母亲在工作上是坚定果断的领导者 但在家庭里 她能够温柔体贴地照顾家人 这样的灵活转变为整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和谐 结合理性和智慧 灵活做人是我们在家庭中展现真实自我的方式 让我们放下刻板印象 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每一天 让家庭成为彼此理解 尊重 共同成长的温暖港湾 三 以智慧相处 不是盲目的付出 在家庭相处中 我们总是希望付出越多 就能够得到越多的回报 然而 这样的期望常常让我们陷入盲目付出的陷阱 以智慧相处 不是单纯的付出 而是在爱与理智之间取得平衡 首先 盲目的付出常常是源于 对家人的深爱 但我们需要理性的反思 是否这样的付出对方真的需要 或者是否这样的付出对方真的感受得到 有时候 我们可能只是在强迫自己去满足内心的某种需求 而忽略了家人的真实需求 以智慧相处 需要懂得衡量付出和回报的平衡点 付出是种爱 但爱不应该成为一种负担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学会更有针对性的付出 关注家人的实际需求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为了取悦而盲目的给予 冷静的观点告诉我们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而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价值被忽视 有时候 付出本身就是一种美德 而回报可能以无形的方式存在 例如 有一位父亲长时间陪伴孩子学习 虽然没有及时看到成果 但孩子的成绩逐渐进步 这种无形的回报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的 智慧的相处 还体现在对待家人需求的敏感度 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期望得到相同的关爱方式 有的人喜欢默默支持 有的人则需要更多的陪伴 懂得辨别这些需求 才能更好地建立和谐的家庭氛围 结合爱与理智 以智慧相处于家庭中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不再盲目地付出 而是在关怀与理解中找到平衡 这样的相处方式 不仅能够让家庭更加和谐 也能够让每个成员在爱的环绕中茁壮成长 生活如一幅抽象画 需要我们用心品味其中的颜色与深度 家庭是这画布上的一个重要元素 而其中的真相往往令人意外 却也是人生的必然 在这场关于家庭的旅程中 我们发现了付出的复杂性 灵活做人的必要性 以及以智慧相处的智慧 或许有时 我们习惯性地将自己融入家庭的铁笼 期望用无尽的付出换取理解与爱 然而 人之付出不能一厢情愿 要专思其职 量力而行 这是我们在探索家庭中 不被理解时需要实时记取的哲学 灵活做人 不留下刻板印象 是打破固有框架的钥匙 每个人都拥有多面向 只要我们敢于展现不同的一面 便能改变他人对我们的看法 最后 以智慧相处 不是盲目的付出 这是我们总结出的家庭相处的真谛 透过这三个真相 我们不仅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平衡 也在生活中找到更深的含义 让我们带着这份智慧 走向更加丰富多彩的未来 谢谢观看 请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当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